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擁有三枚冠軍戒指 在首的台中埔 圓和台灣啤酒 時尚首度賽總冠軍賽交鋒 誰都不想當輸家 不過開局一度7比13 落後6分的台皮 有一哥 劉真就夠了 放中一個掩護球 目前在蔣義愛手上 交給劉真三個外線 出手 打敗球 盡算加保 台皮一個首節on fire 包含難得一箭的4分打在內 首節就狂砍14分進帳 加上騎兵周伯勳 姿勢不怎麼樣的拔著比特 幫助台皮打完首節 取得22比20的2分領先 上風 台皮是越拿越順手 尤其是一哥 劉真 劉真三目外線的出手 有了 而不願儘管落後 但比數差距不大 關鍵就在於大局 挑了SILER這輛坦克車 很開心的在台皮進去死女 已經棒了 這個球轉身 單手的拋射沒有拋進 SILER在中 直接賽回去 不過正當兩隊短兵相接 一路護咬剪拔弩張的時刻 台皮一哥 劉真 在這次進攻開闊名的時候 好像受傷了 劉真現在仍舊倒地不及 看起來好像他的 應該是腳踝喔 對 劉真在球場上 可能就有不注意這樣子 對啊 就是 就 我覺得是有風阻到就有好 就下面其實傷害到球員 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 所以就球場上 可能當下的反應會比較激動 劉真的短暫傷腿 也讓浦原逮到機會 在林金榜半場攻下 11分的帶領下 打完上半場 浦原反倒取得 41比68的3分優勢 前面霸動快攻擊位 林金榜再交給陳士杰 而反超之後的浦原 繼續發揮快速反擊的 彈甲本領 尤其是蔡文成和林金榜 這一隊爛仗雙鏡頭 兩人攜手在第三節 拉出一波10比2的攻勢 把領先優勢擴大到 55比44的11分差 那最終浦原還是守下來的 林金榜 哇 但沒想到 台皮在暫停過後回魂 因為一個劉真要帶頭發飆啦 再傳 再給 劉真三步外線 善偉帆上來之後 過後的時候 就是彪哥一些資深的角色 他們跟我們講說 不要急 慢慢追這樣子 然後 對啊 就是我們前面其實也很多 很多比賽都是這樣子 對啊 那就是 還好沒有挺住壓力 我覺得今年 這季節是我們進步最大的地方 就是雖然說落後很多 但是就不要急降 沒想那麼多 我只希望可以 因為我們那是一時失誤 就趕快讓小馬先直血再說吧 對啊 然後後來 能帶起大家的氣勢 我也滿滿開心的啊 台皮的這一波11比0攻勢 來得又快又急 讓樸圓正腳大亂 所以逮到機會 台皮要繼續在第四節 灌醉樸圓 這個球被劉真給操走了 劉真前面扣籃 雙手扣籃 劉真的這一罐 讓氣勢一面 倒向台皮 加上平常很少得分的籃板狂人 周柏勳也在決勝節跳出來 幫助球隊殺出重圍 對他底下 他得8分15 周柏勳再進回來 周柏勳出手了 哇 當然我們也有騎兵周柏勳 這個兩根發球線的一個投籃 他平常不太出手的 然後3分9的底線 然後墊墊的我們把比數拉到 快要2位15這樣子 台皮從落後撲遠11分 到反超成比數11分 這一波恐怖的31比9的攻勢 讓衛冥軍不願 在第四節打得是荒腔走板 藍節發生了高達8次的失誤 也因此丟掉了總冠軍賽 第一戰的獎材 力現在輸他五場 所以你要贏他一場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嘛 但是你看我們今天整場 整個比賽表現起來 我覺得我們球勝的氣質 真的很強 然後再加上我們細節也做得不錯 第一場球一席 就把我們的問題都打出來了 第三節是肉圍八個筋 進攻阿門 第四節是八三八十的失誤 然後導致全員其實在進攻上面 有點猶豫 可是所謂的意外 就是大家把我們的 跟台皮的對戰 就把我們放在上面 就覺得我們一定會贏球 才會有意外這兩個字 對我來說 任何比賽都會贏球 好 跳 預備 有身材 你要身材 好 預備 開始 預備 在總統冠軍賽第一戰 成功上演一落盛強戲碼 賽後台服的休息室 充滿了勝利的激情 而且黃浦生要特別送給 在第四節緊要關頭時 連拿7分的周柏輸 好厲害 我心厲害了 我怎麼會吵氣的 基本上要抓三分 一、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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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得起飛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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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給你 都給你 周柏輸神來一比的底線長射 把台皮的士忌飄到最高點 同時也靠著籃板狂人的得分爆發 一口氣把領先分數 拉開到75.64的死力分差 奠定勝機 因為那個不得不投 不得不投 而且不得不投 所以有時候投出去 感覺會緊有沒有 沒有啦 可能就他們普怨他們都覺得 我觀察我都不太會出手 然後有空檔他們 他們都拿我覺得拿 我拿到球他們就去寫反 我就收了 然後教育團就給我很大的提醒 他說你不管怎麼樣 反正你就投就對了 就沒人手就慢慢秒 讓人投 除了靠平常得分不起眼的 周博勳在第四節 跳出來當至勝騎兵之外 台平能夠成功克服打完第三節 還落後11分的關鍵 還是在於 皇教全場最高分 27分的一哥劉貞 以及砍進逆轉三分球的釋手 一言其妙 因為我覺得第一勝對我們來講 對於鼓勇 我們兩年只打贏過一次 如果這場第一勝就可以在冠軍 而且在冠軍賽能夠贏第一勝 我覺得對我們心情 會很把他幫忙 這一場第一場很關鍵 帶來帶起大家的勢力 不要讓胡言士電霸得逞 只有一場比賽 還不能說就是講到很後面 我們就是一樣 就是每一場 就是進好我們的本分 然後在場上就是可以比賽 其實一勝就把他當作是0比0 開始打吧 那我們當然比較沒有壓力 就是放開一點 放鬆去打每一場比賽 雖然就是換血後的台平 第一次的總共天賽 但在場上完全看不出來 這群年輕球員的神色 學而代之的 反而是活力四射的憧憬 所帶來的化學效應 告訴自己 其實是冠軍賽 就把它當作是平常那種比賽 這樣打 就是至少心態會比較調整好一點 那上去就比較不會緊張 或是太抗肯 就比較平常心一點 感覺很棒 對 就是賽前其實都是有點 雖然說打了那麼多比賽 其實還是會緊張到一些睡覺環境 好不好 我覺得還好 興奮大於緊張 因為畢竟我們都這麼沒心 將來還是有個機會 這種場面還是有個機會 對啊 整個場面跟觀眾就是 第一次的經驗 那其實會讓我們很亢奮 那有點亢奮過頭 所以有點太過癮症 台平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 透著狠土四劍克的發揮 在總冠軍賽的第一戰 就繼續上演季後賽 小鄉搬倒大金魚的好戲 歷勢搶下關鍵的第一勝 也讓行球四連八的圖員 踢到了一塊超級大鐵板 這個球轉身單手的拋售沒有拋棄 三的再攻 直接塞回去 後山體育館的藍波 有沒有買保險啊 哇 這個待會行 雙倍隊 呂其敏萬圍的出手 進 台平反衝 哇 台平在這個第三節的後半段 跟第四節的一開局 呂其敏再回給周柏勳 周柏勳在來底下 好多 anywhere 在關鍵時刻 周柏勳連打7分 是 周柏勳再借回來 周柏勳出手了 周柏勳竟然標進了3分球 哇 這才就是騎兵了 正義感性 73比64 撥出來之後 這個球被劉真給操走了 劉真前面 扣籃 雙手扣籃 鳳山體育館 觀眾沸騰 這是冠軍賽 進行 無憑 既能 看 行 有